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都是第一次在电视台讲起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一对新搭档能得到观众们的认可跟喜爱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TV极速对象赛可以说是我们维棋TV的一个原创的这么一个比赛 对 那么它的这个赛制赛制非常的新颖 对 每方是两个人 等于完全就是颠覆了以前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对军模式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比赛的画面 对 那好 我们这个是近来是我们的著名的奇汉大哥孔杰 对 这是柯杰 那么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赛是十秒钟 可以说非常的快 可以说当时赛场这个气氛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跟刺激 这是对军中的一个画面 在他们四人当中呢 有三位是世界冠军了已经 然后柯杰呢 是可以算是他 准冠军了 对 准冠军 今年他的成绩呢 也是 也是非常的好 对 不亚于这些世界冠军的这个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那四个人的这个阵容可以说也是星光璀璨 那么我们就先进入棋局 然后在棋局进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再给大家 边看边聊 对 边说边聊 好 这盘棋是姜维杰和柯杰的黑棋 白棋是孔杰成药叶 那么黑棋呢 一个并不是特别常见的这么一个开局 小木加一个大飞手脚 那么这个大飞手脚呢 它跟这个小飞手脚 其实它的这个区别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对 比较明显 很大的 对 因为小飞手脚明显就是相对来说要坚实一些 但是可能从以后这个向外面扩张的这个角度来说 它的这个效果可能比大飞要差一些 但是同样这个大飞手脚呢 也有着比较 可以说比较明显的这个缺点啊 就是脚里面比较薄弱一些 稍微比较空虚一些 但这个可能也是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之前有的这么一个 准备的一个策略 一个研究 但是我相信这个 因为邓杰你也是就是在这个维GTV去担任过一场这个 现场的主持 对 现场主持的工作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大概这个比赛的这个具体规则 它的详细规则是怎样 这个比赛啊 这个比赛是 它的用时 用时是十秒一次的这个 是十秒一次 好像十秒三次 因为后面后面改下 觉得十秒一次可能是 可能是太刺激了 那所以说 这个比赛是非常的快啊 那么在下的时候呢 对局双方也是 就是一直在 是非常这个 对局这个过程啊 是非常的 非常的刺激 这个节奏也是非常的快 因为一开始 刚开始这个急速对上赛的时候 好像是十秒一次的 但后来觉得这个大家这个观众们普遍认为啊 十秒一次就是 太不过瘾了 觉得这个 太容易就结束了 而且后来呢 就把这个十秒一次呢 变成了十秒三次 那么也是更加提升这个比赛的观赏 不过还是很快 不过还是很快 而且就是中间 这个第八局的时候 中间规则进行一些微调 引入了这个跟NBA一样的这个暂停机制 哦对 它有一次这个官方暂停 然后你可以 休息一下 然后下来商量 不不不 休息只有 可能只有一分钟时间 一分钟 这个时间基本大家都是 赶紧这个商量这个局面这个对策 然后大概一分钟之后呢 还是马上立刻要投入到这个对决当中 而且美方还有一次这个 这个换人的 这个暂停的机会 就是根据这个形势的发展 所以说也是更加这个 使这个比赛的这个观赏性啊 得到了更加的保证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一开始 黑棋这个布局可以说近来是非常流行 非常常见 那么在黑棋前面一进加之前呢 在左边先挂一下 好像是一个 更加流行的这么一个套路 不管是白棋 挂一下 对 小飞 那么再下成这样的话呢 可能白棋会 大概是加在这里 反正在下面怎么加一个 这样呢 好像在进来的这个对局中呢 要更多 更加常见一些 那么好像姜维杰 他更加喜好不挂这一下 这个也是可能是姜维杰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布局构思跟套路 嗯 那么当然白棋 这个定式也是比较古老的了 对 那么很显然就是 黑棋式 白棋地 这么一个 一个 形态 那白棋小飞的时候呢 黑棋 先自补了一个 这个黑棋 其实 现在肯定是不怕跑争子的 对 因为跑不出来 对 但是他自补呢 是 害怕白棋在这一带引征吗 对 因为首先 这个地方啊 我们看 黑棋这一段始终是差这一手棋 因为白棋一旦是争子有力 这个 跑出来黑棋 是明显是 难以承受的一个事情 对 而且他可能如果要是觉得 在上面走的话呢 他怕黑棋 对 可能怕白棋 不管是夹 甚至是紧夹 甚至是这种 引征 他可能都是并不是很放心 所以他不妨先等一下 先把自己这个 这个定时炸弹 先补住 看你上面怎么走 来决定我自己的这个动向 这样你先动手的话 我有可能就是放在 别的地方了 对 或者也许可以考虑 在从前挂小 我可以主动的出击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一个开局吧 那么这个时候 白方选择这个 小黑手脚 很稳健的一手 那么这个可以说 这手棋 很是很体现 这个棋风 个人棋风的一手 那么如果要是从这个 限制黑方 这个右边势力的 发展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我觉得在 上边拆个边 也未尝不可 就不管是拆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拆在这个边心上 或者是 拆在 再往回拆一路 觉得要往回一点 更加安全一些 感觉 等会儿如果被拦住的话 可能都有点不好拆了 那边 对被打入觉得可能有点 这可能也是 它这个大飞的一个用意所在 让你拆的这个位置 不是很舒服 如果你要是一个 无油角的话呢 可能白棋就拆着 是比较放心的 因为下一步 它留着一个 大飞拆边的 这么一个绝好点 对 可能这也是 黑棋大飞这么一个用意 那么因为是10秒嘛 可以说双方这个 对局室的气势 也非常重要 对吧 你走你的 你觉得你这块很大 但是呢 我就是 我也不理你 我也不着急 你想围你就围 他们这个比赛 也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 在对局前啊 有一个简短 这么一个进场仪式 而且呢 对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 而且双方呢 是有一个口号 但是这个是在 那个前面小片中 是没有显示出来 然后我记得前面一场 有一场是 当时范婷玉 跟江维杰搭档 他们的口号是呢 吓出自己的范儿 然后呢 轮到孔杰 他们这一队呢 就说孔杰说 你们是吓出自己的范儿 那我们就让你 吓出自己的范儿 这是他们的口号 所以这个 从这部小飞来看呢 可以说也是 体现了他们这个 针锋相对的 这么一种 一种气势 我觉得 那么黑旗 显然这个时候 在上边这个拆边 是不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 这应该是有点 天王山的感觉了 如果让白旗 再走过来的话 这个阵是有点 有点太饱满了 对 很漂亮 而且又同时 限制着你 而且主要黑旗 现在别处 好像也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 您剪这么一个大厂 因为下边 已经被白旗 小飞了一下 你要是再从这边 逼过来 是不是觉得 被白旗 就算这么 很容易破掉了 简单震过来 好像也并没有 什么继续发展的空间了 所以说上面 这个选择应该是 方向至少在上面 这一带的选择 实战中 这一带选择 其实应该是有很多种 挺多的 对 你比方说 如果要是 棋风比较平稳的棋手 也许会选择 就拆在这里面 拆在这一带差不多 当然你如果拆 这个拆是比较多件的 如果再往回拆一路 好像就苏 显得是不是太文件了 好像也给白方 留下了一个好点 对 这逼住也是非常的舒服 通常我记得这种拆 我们拆的时候 就是给自己拆得最远 但是留一个拆二的余地 就可以了 但是可能也有一些 就是风格比较激进的棋手 会在往左边拆一路 对 也有这样的 也是有可能 棋风比较极端的棋手 我觉得自己力量大 你打入进来吗 像 我就跟你站 十月 对 那也是有可能会这么 这一类力量型棋手可以 实战中 他们选择是靠在上面 这个好像并不是很常见 这个是不是也有看白棋的选择 然后再决定自己的下法这么一个意图 这个靠有一点对适应手的味道 有一些这个氛围在 那么白棋上班 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棋 黑的长率的时候 白棋 他实战中选择的是这个 就简单这个单接 对吧 这个 其实这部棋也有好几种选择 那么 首先 有力的 对 从木树的角度来说 肯定是力下 要最好 但是他可能觉得被黑棋拐一下 或者是单小飞 可能觉得这个头如果一旦是软了的话 在以后这个上面的作战中 就是会被人家走到外围 会有借用吧 可能是 以后有这种家的借用 是 最近这中间黑棋太大了 对 他要考虑一下限制 黑棋的发展 所以 所以他选择这个机 走在上边 但是我当时觉得 这部机其实 从感觉上来说 这个压过来 也非常的有心情 对不起 这个压的手段 是我得先扳一下 你如果要扳的话 那么白棋的选择 可能是要 就从外面扳了 对 那这个我走在里面 有点吃亏 因为我的大模样被你消掉了 如果这样的话 感觉上是白棋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白棋这样一粒 白棋这样一粒的话 黑棋不管是走什么 你要是硬一个的话 硬一个 我如果要是脾气好一点 我就自己补一个 我要是觉得 仗着力大 我就直接逼到头 我觉得也可以 这样黑棋好像并不是 这个黑棋确实 感觉在这个前面的 明显是走外面的 现在突然跑里面去了 突然跑到脚里面取地去了 好像看见思路 有点矛盾 思路好像并不是很连贯 对 那么我 当时觉得这个压 包括后来看棋谱 我觉得这个压 是很有心情下的一步 但是也不知道他们是 是后面 居后 有没有对这个地方 做一些研究 因为但是 不管怎么说呢 十秒了 反正这个地方 其实都不是胜负的关键 对 他肯定是要到了 他们一般都是 作战的时候 那么其实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双人十秒 这个比赛 其实这也不是 我们这个VGTV 就是头脑一热 就突然想 是不是办了这么一个超快级一个比赛 来娱乐一下 但也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十秒比赛 其实在国家队呢 中国国家队是有一个传统的 是吧 因为像之前的这个国家队日常训练当中呢 因为就平常下完训练期的时候 也特别喜欢就是 大家聚在一起来拍拍十秒练一练 然后一开始呢 只是两个人去下一下十秒 比较过瘾 然后后面你下的时候 肯定动静会很大嘛 将来过去围过来几个棋手 一起来参与 到后来只要是一下棋 就肯定会有一波棋手 过去给你这个献计献策 所以说那个也是 场面也是非常的热闹 还有一个 经常在十秒钟出现一些很有趣的这个趣事 有两个很著名的著名棋手 知名棋手这个名字我就不提了 他们是下导子的 导子 导子就是 比如说地盘分先 第二盘我赢了 我要让你先 第三盘我要让你两个 他们呢觉得这样不够过瘾 我们第一盘就是分先 分先完呢 直接让四个 背完直接就让四个 然后呢 但是让四个那一盘呢 由于后面观者实在太多了 让四个那一盘呢 就是背让那一方呢 也没有挡住 就被让到了八个 那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输一盘就让到四个 也可以看到这个十秒这个比赛 其实它的偶然性也是非常大的 是的 因为要是稍不注意的话 就有可能超时 那么我们看现在黑棋 靠两下之后再回拆呢 也是一个比较必然的一个选择 那么他们就当 这个靠了搬这个接 这几个交换就当便宜了 以后如果你要是再在上面打入的话呢 那么黑棋就简单靠谱就可以买一个 这样白棋已经并不是很好东西 如果你要是直接挖呢 我大概是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对 那么黑棋就算是退一个 把你 让你活在下面 好像白棋也并不是 就是你直接取外室了 就跟这边的外室形成一个呼应 这样白棋也并不是 很能满意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他就是当这个几个靠几下呢 已经得分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记得这部棋是陈瑶雁选的这部调 他在这里调 黑棋呢 飞住 那么这盘棋 我记得当时姜维杰跟柯杰这个口号呢 是稳扎稳打 是稳扎稳打 那么一开始似乎布了一个 好像很吓人的这么一个阵势 但是好像通过这几部棋 我觉得算是贯穿了他们的方针 稳扎稳打的方针 就突然间转到了实地 很好使 然后实在 孔杰是选择这个跳 那么当时因为在做这盘 VGTV的这个解说嘉宾是 周瑞阳跟邓泰玲 他们的意见是 这部跳的 可能稍微有点松缓 对不起 可能会觉得飞一个更加紧凑一些 我们这样看 这个骑士一路之差 但是它的用意却是完全不同的 它差别非常大 对 如果飞呢 它的意思就很简单 你要是爬过 那么它就直接顶下来了 对 挡住 白棋一般 黑棋再一般 如果要是最简单立的话 那么白棋就 拆一个吗 我很想拆一个 拆也是一种选择 但其实就简单在上面走一走 把自己走厚一点 也完全可以满意了 因为 那这样白棋下来之后就 好像把黑棋的空很容易的破了 因为像黑棋很明显 只有上面这条边 所以说这样 其实如果可以下来这样的话 白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觉得 不知道这是不是陈耀业调的这么一个用意所在 但是因为十秒钟 想完全理会搭档这个用意 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虽然说 虎杰跟陈耀业 他们是北京中信 可以说是合作了多年的队友 他们是为假的队友 但是在这个双人对抗赛里面 好像似乎这个队友 你要说队友有多大的默契 好像也并不是这么回事 是 这跟两个人棋风还是很关键的 如果要是两个棋风比较能想到一块去呢 可能配合要更加默契一些 像这个 就是急速对抗赛吧 他主要看的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其实两个顶尖的高手在一起 有时候还是也有挺难理会的意图 有时候 对对的 对 是这样 行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面走 这个飞 黑棋呢 继续拐 那么下部这个打入呢 还是非常大 所以说这个拐也是很明显的一手 那么接下来的几步棋呢 白棋一拆 黑棋继续捞孔 真的是稳扎稳打 对 真的是稳扎稳打 可以说这样一上来的 我们这个黑的上方加上右边 形成了一个贯通 贯通右上的这么一个一个情况 这个木树可以说非常的可怀 对 而白棋呢 也有三个角 对 但是这个好像看来似乎 从直观的感觉来说 黑的空应该是 觉得谁更好 我当时感觉上黑棋似乎是有些得分 黑棋得分了 对 因为这个感觉上这个 吊完再跳了再一飞 这几步棋好像速度看起来 好像真的是 力道不足 对 不如刚才的那个 对 不如这个飞下去 好像更加更加直接一些 我觉得 就是对黑棋的空破坏力更强一些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有一句就是 我们围棋有一句俗话讲 叫胜负不在这 对 对 这都是很虚的东西 其实胜负 每盘医生物都是在后半盘来接触的 是 那么白棋这个鸭底下呢 也是当时这个 可以说直接飞在这的这么一个意图吧 下部留着这个鸭 虎过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好点 留下了下一手 这个飞的下一手就是鸭 那么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当时 很想鸭这个 陈耀叶说的很想鸭这个 但是孔爹当时呢 比较担心黑棋搬 这样呢 在前面这个小片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双方局后复盘对这个地方 也是有了一些 有着一些这个 研究在里面 就是白棋断 黑棋可能是比较担心 白棋断比较担心 黑棋打了这么贴过去 就这样 觉得 当时觉得白棋好像比较危险 是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说实战中呢 孔爹在这个地方 也并没有继续压这个 就是说这个压了之后 断不成立 对 因为成耀叶 等于被人家扳到头上来了 对 如果扳到头 你不敢断上去的话 那么这个气势上 明显是要弱了 弱了很 而且这个你也不好意思扳 对 你扳黑棋 虽然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断 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直接断 但其实即使是 就这么跟着长 好像白棋也并不是很满 也没事 跟着长 对 那么实战中呢 选择这个拆边 然后黑棋点 继续保持攻势 白棋接 黑棋飞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部飞应该是 把头抢到 对 因为现在来讲 白棋 毕竟这块棋还没有活干净 所以说黑棋这一飞呢 第一是防止白棋这样 以后飞过来 可能在下面形成一个 比较恐怖的一个势力 而且也瞄着下一步 不管是下一步的这个打入啊 还是继续攻击 白棋都是留了一些伏笔在里面 但是呢 作为这个白棋海兽山中 他们拼得非常凶 继续在这里小尖 可以说就这块棋 我已经当他是 当他是一块活起来 就攻了你 你还不走 对 这个也太 也太无视 黑方的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 江维姐跟柯杰 这两人都是以计算建长 但是这步棋可以说是 完全也体现出了 这个孔杰跟陈小叶 这么一个气势跟觉醒在里面 然后黑棋跳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点 白棋小飞 这个时候呢 黑棋选要在这里掉 那么接下来 在这个时候 可以说是本局的双方 一个转折点 可以说是 那么因为这个飞呢 首先看起来 好像留了一个冲断 第一我们看左边这个地方 留下了一个冲断的余味 但是这个冲断呢 它有一个问题在里面 就是 这白棋 白棋很容易活 对 被打了一场呢 基本就做活了 那么黑棋呢 如果不冲断这边的话呢 好像 这还有一个冲断 就没有招了吧 这还有一个冲断 但这个冲断 他当时觉得 也看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他先选择 在这里先掉下 试试应手 那么在这个阶段 后面的这个进行当中呢 可以说双方进行了一个 很难想到的一个 一个变化图 那么 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白棋 究竟如果选择施工 还是自己这么简单的 手一手 可以说也 也是在考验着这个 孔杰的这么一个 一个判断吧 跟耐心在里面 那么我们就先给大家 留下这么一个悬念 好 你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揭晓这个地方的 好的 欢迎回来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焦点 之 局部 那么现在 黑棋 现在这里掉下 就是 第一是考验着白棋的应手 同时呢 也把这个 黑手把球踢给了白棋 看看你到底是怎么选择 这个时候 孔杰这个时候 选择这个压 那么这个选择呢 可以说是 刚才我们说 这里好像是有一个 断点的 本局的一个分水岭 那么 压呢 肯定是 就是在这个地方 效率最高的一种下法了 那么如果要是 想下的比较稳健一些 比如说 像自己回贴一个 这样是把自己这个弱点 完全就补住了 同时下一步呢 也算是瞄着这个斑断 或者呢 自己干脆就 再补得好一点 这样飞一个 这个 飞补感觉 也很正义 这批 比较飘逸 贴一个就 注意长 这样呢 这块棋就彻底安定 那么即使这样下呢 那么这盘棋 肯定就要 变成中后盘的 这么一个较量 就 胜负还比较漫长 对 这样 那么孔杰杰中 贴这个 但是贴了一个 这个时候呢 和杰 迅速在这里冲断 当时现场是 就是这部棋 白贴的时候 黑这部冲断呢 是基本是没有考虑的 那么这个时候 陈耀夜呢 是开始长考 长考 对 他用掉了一次 所谓的长考 其实就是 也就是用掉了一次 十秒的这个考虑时间 那么十秒 已经算是 长考了 很奢奢长考了 因为他是两个人在下 我自己一个人 都把时间都用光了 那我 反正对我的搭档 很不负责 对 很对不起搭档 对啊 搭档你想 你自己一个人 挺速度 都把时间都用了 你留给我 就是十秒钟 没不起 是 那么 但是这个时候 确实也是一个 选择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那么 呃 所以陈耀夜来说 然后他一直在思考这个东西 跳 顶 长 就这么 黑就这么跳过来 对 看起来白棋 就是被黑棋成功的分断了 对 而且白棋 这块也没有太明显的两个眼 但是呢 其实这个时候啊 白棋有一个 嗯 比较稳妥的一个下 就是这部 顶在这里 顶在这里 对 这也是 那意思是马上就要加持我了 对对对 那我肯定是不能 不能这么 让你 这么轻松 骑筋嘛 不管你是跳呢 还是 不管还是跳还是小尖嘛 就这两步骑 那么白棋在上面呢 其实 呃 比较轻松可以做活 冲一下 决先 再一壶 那我也得补 对 你不管是补在什么地方 嗯 这样的话 我一贴呢 就做活了 我首先就是活得比较轻松 是 而且这样这个拐呢 可以说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好点 在这里 哦 这一块其实等于 你也 你也 攻不着 对 因为我把头已经拐过来了嘛 这个 下一步再打吃 都是非常愉快的 对 那么 分断这个分段就显得有点无趣了 对 嗯 什么也没拿着 其实这个是孔杰的这么一个既定的一个思路 但是在这个时候 陈耀叶经过了长跑之后 选择在这里冲出 那么他没有敢直接跟黑戏作战 那么这样我们再摆几步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地方 白戏冲 黑戏长 我们就先看到这个形状啊 首先从直观的这个感觉看起来 这两个白子实在是 贴在黑戏这个后臂上 就被黑戏这样冲出去 好像看起来实在是有点 这两个字看起来 这两个字看起来就已经吃亏了 上面的还不活 现在是 那么这样 不活也就意味着还要继续的去贴 转后黑戏 在当时对局下到 孔杰看到白旗 看到长夜 他的搭档是这样做选择的时候 其实他本身也 也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旗还是很正常 就那么继续往下走 但是他当时的这个 可以说内心可以已经是 翻江倒海 这没有状态了 因为跟他的响的完全不一样 等于他们两个搭档出现了分歧 对 出现了一些这个思路上的不一致 而且这个是很严重的不一致 可以说是 那么 但是这也是体现出 他们这个职业骑手心理素质好 可以说 所以还是不动声色的 不管情况是如何的恶劣 这个旗还是该怎么下怎么下 对 但是这个地方可以说明显看起来 白旗有一些亏损 这个地方 白旗不如刚才那个变化 对 即使要早照这样的话 那么孔杰之前肯定不会做这个贴的选择 肯定是自己老是贴回去 或者不在外面 白旗靠了一下 这个地方 白旗搬 白旗再搬住 那么像这样的时候呢 黑旗飞出 这个时候 好像是进入了第一 不好意思 我们 不好意思吧 我们之前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失误 就是这个拆边这个位置 是在下面的位置 刚才好像死不知道怎么移过来了 不好意思 实在是不好意思 那么对 因为这个拆边明显是要靠到这边要稍微好一些 对 是这样 那么现在 黑旗从这飞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双方进入了这个第一次官方暂停 那么好像孔杰跟陈耀叶这个时候 也做了一些非常紧张的一个沟通跟交流 那么孔杰就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形式已经非常不乐观了 但是陈耀叶当时他们是小声在说这个事情 就是觉得站不过 那么陈耀叶当时觉得这个形式呢 也还早 跳出 可是这一串战斗 白旗亏的就是中府的这种 对 这样好像看起来已经完全被黑旗在中间控制了 白旗只是单关逃回去了 只是单关自己连了回去 对 黑旗飞压 白旗就贴回 黑旗这马上可以罩住 对 那么这一带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么一个接触站 在这里 那么他们双方在一分钟的这个商讨之后啊 可以说已经基本把里面的变化都已经算清楚了 这个地方 可以说他们这个计算力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一靠断 这样如果黑旗 我们看如果要是白旗不靠断这个的话 就这么简单 搬一搬 被黑旗这么退或者贴的话 那这样 显然是白旗无法接受的 这样黑旗中间等于都送给黑旗了 那白旗没有什么收获呀 对 那白旗肯定是无法接受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这个一靠断呢 也是就是在白旗贴之前 必然的反击 对 就是一个已经是预谋好了的这么一个反击手段 你靠完再断 那么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是打吃在这里 那么白旗就从上面直接 对 直接吃回 这个你吃了 提了就连上 这个就成功 成功连回 逃亡了 这样而且黑旗一手旗呢 是封不住白旗这个口 那么这样黑旗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败 这个结果 这个地方又没拿到东西了 黑旗 又换黑旗没有便宜了 一靠断 这棋实战中选择了这个单退 那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 对于黑旗的时候也是一个选择 那么柯杰觉得这个棋有没有可能 不知道可不可能打 先打一下再棋 打长呢 再贴 那么这个打吃跟长的交换呢 就是意图就是把白旗走中 这以后吃起来 对对对 吃两个更大一些 但是这样 弃子的可能性 这样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 这样白旗可能是先吃一下 等黑旗长的时候 白旗再尝在这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就看出来 这个断吃跟长就很聚损 就让人家在外面多走了一个 对 那这样 如果白旗这条边都能成功为上的话 那么黑旗其实也没有自信 这个靠这一块能不能白旗抗衡 对 这个也是他当时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一下实战中这个进行 它实际就是单退 那么白旗这个时候显然是只有从这儿 从这儿冲出来了 黑旗长 白旗再冲 没有黑旗是直接断吃这个 这样如果要是白旗再长的话呢 就似乎有一点点危险 再长 这个黑旗可以拐 拐了之后 马上要挡住 对 拐之后 马上要长一些 蒸死了 如果要是能搬住 那还可以 但是现在搬黑旗可以先打这个 长的时候再打上面 这个两边 对 黑旗可以先不打直接打 这个可能更好一点 这样的话 白旗等于 崩了 吃掉两个 有点崩溃的感觉 接近崩盘了 所以说这里边呢 其实白旗可能这个长传呢 就有一些危险 那么孔杰在这地方也是下得非常强 就这样抡了一圈 滚了个包 直接打吃 打吃到外面 那肯定长 先跑一个 白旗再吃 可以长 这样呢 双方这个大战之后啊 可以说是又迅速的铭筋收兵了 这个地方 白旗在乎 各有所得 对 黑旗呢 就把左边这个白控算是破掉了 然后 但是白旗其实下的 在这里面 这一代 其实白旗应该是更加得分了一些 这个黑旗 这个飞压了 再飞住呢 其实并没有 它预想当中收获这么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旗呢 还是到了一个右双右边的比较平稳起来 黑旗始终还是上面这条边加上右边 施工还是非常的可问 而且现在黑旗获得了宝贵的先手 在这里继续跳 白旗冲一下 黑旗顶住 白旗脱鲜了 这个时候 对 这个时候 实际上白旗 如果要是在这里拐 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下法 对 如果不走的话 里面好像是有一个打结吧 对 不走的话 里面实际上一跳 是个结 但是这个结 如果真的是要打的话 其实白旗并不是很担心 因为黑旗自己这个结也是非常的重啊 如果打输的话 下面这个木树也是大损 因为白棋已经可以一手棋 拔到这里 拔甚至是可以直接跳在这种地方 已经都可以了 但是就是 这个木树比较损 如果开截输了的话 但即使黑棋不开截 黑棋就直接爬 那么白棋这个脚也是被搜刮得非常惨 白棋吃 就是按实战中这种进行 这个爬也是非常大 那么实战中 白棋是陈耀叶这个时候 因为他也不确定这个到底打不打 所以他现在上面先打了一下 这个顶 但是没想到这顶 后来是引发了一场悬 在这个地方 是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黑棋有一招 有一招巧手 先在这个地方断了一下 在这里 那么断意思就比较明显了 如果要是单瞻 那等于白棋就有先手便宜的这种可能性了 那么黑棋先断 黑棋实战是先断的 先断 卡你的硬手 如果你要是打在上面 打在上面 那我就不用补了 对 黑棋就可以在实现脱先了 等于这个顶本来是一个先手打将 它就变成了一个后手 那么这个 这个肯定不能让自己白白落一个后手 所以硬的头皮也给先沾 把黑棋接住 然后这个时候上面的白棋先断了一下 但是我们看上面经过了这几个交换之后 本来这个地方其实白棋的联络是很安全的 对 如果要是我们看一下没有这几个交换的话 没有这几个交换的话 其实当时是这个样子的 当时是这样的 对 没有这个交换是这个情况 如果黑棋如果要是想分断白棋就一拔 分断只有拔 然后白棋退一个就可以了 对 白棋就简单一长 你这个冲断是没有用的 上面签了一个打尺 如果不走的话 白棋这个联络反而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多了这个顶之后 我们看到它有反而出问题了 多了这个交换之后 被黑棋先手一断 是啊 那这个等于白棋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断点有没有 等于下一步棋黑棋之后 有一个非常严厉的这么一个打尺 一旦是结材有力的话 就可以开上来了 对 拿提了 然后打上来 那这里会不会是白棋的一个失误呢 这个看起来似乎是这样 因为白棋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留下这么大的 这么重的一个负担 是的 而且它顶一个也没有收获什么特别的 明显这个顶是打僵 这个因为下快棋这个战术是经常用到 因为给自己多留一些 多留一些时间 对不对 在没有想清楚的时候 先在地方先走个先手 然后把时间 把时间先用掉 然后下一次十秒 可能就可以想得清楚一些 但没想到这个打僵之后 反正是为这个局面呢 产生了很多不确定的这个影响 白棋先断一下 这个时候白棋选了这个飞 它并没有选了这个拐 那么黑棋呢 就是非常愉快的 把这个地方先手定进 它先在这里先露了一下 露跟白棋顶交换 然后再爬的 然后对 再爬了一般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先拐了一下 这个也是个 巧手吧 因为你要是直接立的话呢 这还要被挡一下 就变成先手了 变成白白的黑棋拿到了 对 因为本来这个地方木树 其实白棋可以是直接二度 不是二度 一路大伸腿直接伸进去 现在就直接被黑棋先手挡一下 这个非常难受 但是白棋也没办法 但是做活呢 拐一个要好一些 如果你要打吃呢 我们看一下里面这个 也只有打结吧 不是打结 它局部是活起 它可以爬 哪一个我只有长 我再爬 你挡住 对吧 这样的话 我简单的一猴 可以立一个 那立一个可以近活 对 局部是一个比较巧妙的活起 只有在这刹 在这刹 然后白棋可以直接打吃 就OK了 对 这里是一个接不规 接住 接住的话就可以 就这样 如果你要是破眼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接 既然在后面再打吃 那这样 黑棋就连不上了 对 这样是黑棋等于杀不掉白棋 所以这先拐一下呢 可以看出 它们的实力是非常强 在这么紧张的时候 还有时间去 对 还有精力去 就是管这种小关子 这也是他们这个 其实一线高手 就是跟一些比较普通系 有这么一个差距 它们的基本功 都是非常的扎实 都是非常的好 就算是十秒一步 哪怕你更短一些 五秒一步 这种其实 他们也完全不会下错 这也是他们厉害的地方 先拐一下 再立 然后黑棋 实战中呢 是直接藏进去 但后面 好像经过研究 觉得还不错 白棋挡住 这样双方就 基本是可能要进入到 最后的这个关子争夺 实战呢 往里藏 它是 把木先抢了 然后木树先比白棋多很多 看起来这个长的意思 就是说 它肯定不怕你挡 挡的话 挡的话 这可以断掉 这地方 因为蒸子白棋不利 对 蒸子这边黑棋 对 黑棋直接一跑 对 那只有长的话 长 杀气应该是杀 杀气 对 黑棋这边 气得太多了 不行 实战中 白棋就简单跳了一个 对 跳黑棋长 那么白棋同样 还是不能挡 先手一点 但即使下成这样的话 好像黑棋也并不是很便宜 因为这个地方 明显是冲完再打吃 这个 木树是很少的 底下的 而且味道非常的差 还不如 自己老老师先退回来 然后等白棋挡住的时候 黑棋其实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 二路增加的一个手段 加 对 反而白棋也是拿黑棋没有办法 如果强硬立下的话 这就被断了 强硬立下 应该是要崩溃了 对 断吃黑棋可以跑 对 这两边都要有问题 那么 实战中呢 它是觉得长 看起来好像似乎能有一些便宜 跳 黑棋长 再一半 它是没有充分一下 它直接跳了 那么这个时候 双方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 似乎要进入到最后的棺子挣脱 是 看样子是 但是我们看这个黑方这两个年轻气盛的这个 公杀型棋手啊 他们并不是很喜欢这种平平淡淡的这种 所以 这种 这种格局 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谁也说不清楚 他现在得先掉一下 考验一下你 之后 选择 引爆 坐上这个定时炸弹 打赤 这样也可以看到 白棋之前这个顶 真的是 完全是给自己 留了一个 给自己 没事找事吧 可以说 对 图天烦恼 这永远是留着一个这么严重的一个 一个定时炸弹 一打出了就是自己整块棋就快死了 这个 当然他也是这个顶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一段 应该是这样 因为10秒实在太快了 山中白棋也没有办法 选择在这一打 其实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可能还不如直接就开上去 直接开在这里 那我们看看实战 我们直接看实战 因为看起来如果要是从 从结拜的角度来说 如果要是黑棋接住的话 好像这个子的位置应该总比放在这里要好一点 但其实现在你要是这个结如果一旦打不赢的话 那这个白棋基本就肯定是没法看了 所以你只能当这个结 我是肯定可以赢 但这样的话 你要是这样打呢 以后黑棋还能从这继续沾 就是有本身结 对 还是有本身结在这里 所以说可能白棋还不如就直接破釜成舟 就直接开在这地方 就做好把你打包的准备 还不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看实战 打吃一提 上面找了几个结材 冲了一下 对 然后再提回来 这个白棋呢 结材是很多的本身结 对 白棋有很多本身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 白棋就直接开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可以确保结胜 那么黑棋 当然在别的地方也会有 连走两个大棺子 然后这样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安全孤独到这个棺子阶段 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 双方都可以各有所得的下 但这样的话呢 双方就平稳不了了 这个一打吃 黑棋找结再提 提回来的时候 白棋打吃 这个必须得粘上 提结 提了 这个时候黑棋 判断这个结材 我自己已经有力了 它直接在这粘 那么以下呢 基本上都是 可以说是一本道吧 没有什么太大便 没有这个时候黑棋没有提 黑棋直接吼 因为如果要是选择提结的话 白棋可以 可以挡住了吗 就单长就可以 单长 因为你一旦要是这样断上去的话 好像这个白棋做活结材并不是很难找 对 做活这个打吃 对 首先我这个打吃上面有半只眼 然后而且这个顶了虎 基本已经局部 这个打吃 这两个字是连不回去的 等于这是有半只眼 对 所以说如果要这样打结的话 黑棋其实负担非常的重 而且基本打不赢这个结 白棋本身结太多了 这样 是 而且黑棋赢了结 它得粘回去 对 它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单关连回 这个也是非常 什么也没收获 非常不舒服 我们看一下它实战 这个变化 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 这个地方的差别 那么黑棋是并没有显示体 它直接吼 这是非常狠的一声 那么如果要是白棋 这个时候选择这个加 如果要加这个的话 那么黑棋是先冲 再提回 那这样的话 你作为白方来讲 你的一手气已经连不上了 如果你要想拿这种粘 当本身结 那么黑棋直接就粘回去 你这个地方出现了两个断点 对 这里已经没有本身结了 就是说白棋 所以这个是非常狠的一种开结手段 那么黑棋 为什么敢开这个结 就是黑棋这个地方有结材 这有两个非常大的结材 一个是这个斑 对 关系到这块白棋 如果要是白棋这个地方 如果消结的话 那么木树白棋是不足的 因为这个角 白棋等于吃了五个子 吃了大概十五木左右 十多木吧 但是右下出入至少在三十米以上 是 所以说这样白棋是不行的 这个结局 所以白棋实战也没有这么走 白棋是贴下来了 白棋贴 黑棋力 那么以下基本上就是 一本到了 继续尝 但这个时候白棋也很莫名其妙 先往这里先尝了一个 这个也是 十秒钟实在是节奏太快了 打僵 其实打僵 但是明显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因为这个尝 可以很明显看到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结材 损结材了 而且这个地方马上就要面临着打结 白棋这个档 对吧 黑棋体 那从基本的这个逻辑上来讲 我总是先去跟你把结一开 再去掌内一下 对 可以当一个结材涌了 但是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 双方这个战斗已经真的是进入到 非常白热化的一个 因为这个立了之后 脚上是 脚上有点问题的 就有个跳 那么其实可以说 棋局进入到这个时候 其实白棋已经是一个 比较危险的一个局面了 下成这样 因为这个地方 之前可以说白这个顶 这个沼基的失误 是本来这个棋 是本来这个棋 可以说是应该是一帆棺子 胜负的这帆棋 突然间 被黑棋这一暴动 就弄得有点手足无策 是的 那白棋接下来 山中白棋这个结已经不好找 因为他之前这个结材 卖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 该他找结材了 他已经没有结 他先把这个拐出来 那么黑棋是粘上了吗 清楚地粘结 白棋再一飞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说是 这个孔杰跟陈耀叶 已经完全进入到了 一种最后一搏的一个状态了 那么其实黑棋现在有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 可以就是轻松获胜的 这么一个下方 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断点 是吧 对 但是呢 山中黑棋这一段 白棋是可以度过的 对 白棋这二路飞 是一个度过的好手 不知道这个地方 是不是 江维杰跟柯杰有了 误算还是什么 其实本身这个地方 黑棋就简单的一断吃 断吃 如果白棋敢跑的话 就中计了 是吧 对 长的话 黑棋就简单的一打 打 你走哪个都被分断了 对 这样的话 已经先手把白棋 马上就要断掉 这个这个 规路就给切断了 那么白棋等于是只有 就接回去 那这个肯定是 白棋不行 那意思是黑棋 火了白棋就不行 是吗 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断吃 如果白棋只有 单关连回的话 那么黑棋就再走一手 再简单的立一个吧 就算 这样只要能保证 这块棋是安定做活 那么可以看到 左上这个地方 白棋这个木树损失 实际上太惨重了 是 而且它还没补好呢 对 现在白棋还有再花水 再去补 再补 那么我只是 在这个地方走两个 那这个木树 一下子这个 差距就拉开了 黑棋这里还得了很多木 对 而且白棋这里 好像还未必活以后 对 未必活得很清楚 就等黑棋再冲 等黑棋再冲过来的时候 是这样 是这样 还挺危险的 那么 但是这个时候 没想到最后阶段 黑棋也下了一步问题手吗 这个也不能 从结果来看 不能说是问题手 但其实是很没有必要的一步棋 因为本身 我就简单收入控 黑棋已经是大胜的局面了 突然间 在十秒的催促当中 这个杀心又起来了 把白棋全部断掉 那么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两步棋面 是单关与地的交换 肯定是亏了不少 是的 而且这样 其实发现黑棋自己这一块 其实也进去了 那么最后 把局面弄得有点混乱 这个地方 黑棋斑 白棋断 那么 接下来几步棋 可以说都是双方 不能有失误的地方 就算是十秒钟 也给下出双方最善的这个线 顶一长 那么黑棋先没有走 先在这里冲 那么这个时候 双方在最后这个十秒钟 的这个争夺当中 可以说下的也是非常精彩 所以说从后面结果来看 双方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失误 一场可以再拐出 那么现在情况就清楚了 就是上面白棋 再跟下面黑棋进行着一个对杀 就是鱼丝网破的一个局面 一拐 白棋先在这里冲 之后的这些进程 感觉上好像白棋 总是要差一点点 一打吃一长 黑棋先 断吃肉先在这里先猴了一下 这个也是长期的一个调手 这个现在收气是 得这么收 还得团一下 对 还得这样收 等于它这里 尝了一口气 因为你要不走这一下 被白棋直接搬到这个地方 这个收气是紧贴着的 那么下成这样 白棋吃 黑棋提 可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的气也是非常的长 白棋再破掉这个眼 但不管怎么说 看起来好像黑棋应该是 气比较长 对 看起来 因为这个黑棋已经有一个眼了 而且你这个还得先沾一个再收进去 还有一个结 这样的话 里面的气是一二三四 这五口是比较确定的 然后 六七 铺这是六口 七 接近八口气 黑棋 然后黑棋 实际上再一挖 但不管怎么说 其实黑棋并没有必要 把这个局面好像搞得那么的复杂 就刚才那个直接断 就已经 因为这个切断 这部棋我记得很清楚 这部棋是姜文杰下出来的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柯杰 瞬间感觉到 本身很轻松的一个心情 突然间好像变得又复杂起来了 这个地方 他肯定没想到 就这么就吃肉了 就断上去了 那么像这样 黑棋再一挖 但是不管怎么说 计算还是它们的强项 黑棋挖 这个时候 如果白棋要 我们看如果冲 那么黑棋就断 这个挖是一个收气的好手 要不然你被白棋 一粘的话 接到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里面气是非常的长 对 你挖 白棋吃 黑棋就 断 黑棋好像是不是接住 也行 也可以 接住好像白棋也没有几行 接住就一挡 这样的话 白棋气也不够 白棋这里吃掉 可以长一点 就算吃掉 但是黑棋就这么 也不延起 黑棋就简单的收气 好像白棋这个气 应该就不太足了 那么其实被一挖的 这个时候 白棋这把气 已经很难脱身了 白棋扇中一顶 黑棋再一顶 黑棋先打了一下 黑棋这时候先打了一将 白棋提掉 黑棋再一顶 白棋接住 黑棋一挖 这是这盘棋最后的几手鞋 一持一接 黑棋再扶住 打一下 上面还是回到这个充斥 但这样可以看到 这一串白棋基本上是没有延气 对 一提结 一提 黑棋再 把这个两个子就回来 那么下成这样的话 白棋的气是 白棋可以看到是明显不够了 因为这个气实在太紧 感觉是越来越紧了 对 如果要是正常的收气 如果前面不走这些的话 可能是大概黑棋要快一期到两期 那么下到这里的时候 我应该说好像对局就结束了 这样孔爹跟草叶就是中盘投则了